请老师来帮我们公布 你的未来另外一半 会是什么样性格的人呢 选A的 好 选A的话出现是圣杯三 也就是说这个对象呢 他是一个喜欢去做人际交际的人 甚至他的背后也是有一群在支持他 跟他很保持友好关系的朋友圈这样子 那他这个人呢 他有这样的背景 他是善于交际之外呢 他也是一个喜欢去做一个挑战的人 对 喜欢挑战啊 对 喜欢挑战 他会对于自己 他是一个敢冲敢做的人 他是不会怕前面的困难 但是他这个挑战不是说 就是很茫然 很没有目标 他其实是抱有目标 要抱有一个理想存在才去做挑战的对象 所以一个是一个计划还蛮明确的人耶 所以另外一半可能计划明确 那你这样处起来 你应该要也要跟上他的脚步才是 应该是说如果对方是选到这一张牌 那你自己可以怎么去做调整 应该是说你要去 也是善于跟人际之间的去做交往 就跟他一样是交际化 是吗 就知道怎么 不用说一样交际化 而是说知道怎么去跟对方的朋友之间去做相处 保持一个友好的关系 那对于未来上面的话 也可以有一些远见 有些帮助 对也会有帮助 所以选A的网友 可能在人际关系上面的培养 应该就是你知道 也要手腕也要非常的好 因为你未来另外一半是一个 非常善于交际的人 也有计划 也赋予挑战性 对没错 他应该实际上另外一半 也是跟他有同样的这样的性格 对 但我现在想说 有时候其实另外一半 如果太爱交 太爱出去 有些会比较保守 而是说你要怎么去跟他做相处 所以不一定你自己要是一个很感冲或什么 而是说你在他需要帮助的时候 可以去帮助 可以给他意见 对 所以做出一些协助什么的 不管是说比较保守的协助 也都是可以的 但是你要怎么去让他这个关系 能够继续维持的友好 如果你想要跟对方发展 当然是也要跟他的朋友圈 有去做持续的友好互动这样子 对没错 因为如果跟另外一半的就是朋友圈 又不是相处这么融洽感觉 就是也会造成你们相处的一个问题 一个疑忧好不好 对没错 随时就会地雷爆炸 因为又不可能说 他跟他出去啊你不去 就如果是 就是如果是结婚的话 就是说哎你跟你朋友去出去玩 然后我就自己就是在家里啊 或是 应该也是可以啊 也可以吗 难 我不知道就是另外一半会不会接受 会不会就是觉得啊为什么我做的事情都不想要跟我一起做什么 而是说 而是说在这个过程当中 就像你说的可能会不会去做分享的动作 哦你去忙你的 你想要跟朋友出去 OK啊我赞同 就让你自己有自己的空间 没关系这样子 哦 但就是如果沟通不好 可能就会造成你比较好吵架的因素 对 好不好 对 选A的网友 那选B呢 好 选B的话出现是节制派 也就是说 呃这个人的对象他是比较有自己内在的力量 嗯 他是一个很会去 有雄心壮志 但是他是一个脚踏实地的人 嗯 他会有一个慢慢坚定的步伐 再去做 再去走 哦 对就是 他对于事情上面他是有目标 但是他是缓慢在做行走的 所以对于他的想法上面 建议不要有太多的批评 对 嗯 这个部分是不要有太多的批评 就不要给他就是指太多路 哦 他是一个很有内心想法的人 那当他如果说 哦你接受到这个批评 他反而会觉得说 呃很没有自信 或什么 感觉是你被 他被批判了 对 然后他就觉得说 哦那我原本想要走的路 要怎么办 就乱掉了 对 所以跟别的另外一半相处 可能你要 其实 你要小心欸 小心跟他就是 交沟通或什么的 不然你可能讲一句话 就是误会了 他就有一些误解什么的 对 因为这个他是比较 算是 呃内心想法是一个很 很丰富很有层次的人 你可以跟他交流 但是你的想法要提出足够的建议 就是足够的 嗯 规划心要有足够 哦 不然他可能会受伤或什么的耶 所以感觉B 听起来是比较 就是说 心理上面会比较多 你知道一些小声音小剧场 是吗 选B的网友 嗯 就是另外一半 有可能他就会一天 有自己的规划 就是他可能内心很多规划 对 但是他不善于 就是不像A 这么容易就是表达 对不对 A是善于表达的 但是B的话 他是比较不善于表达 他是自己就像是一个 有一个转盘那种 在运作的人 哦 就在自己内心之类 你知道 旋转打转什么的 但他比较不会跟另外一半讲 他的规划 比较不会去讲 那当他跟你讲的时候 你要表达是说 诶 很开心他去做 跟你分享的事情 这代表是说 对方他有把你去纳录到 他的考量当中 他才会去想跟你说 分享他未来的计划 是什么 所以千万不要在这时候 就说 我觉得你计划不行 千万不行 这很傻啊 真的 所以选B的网友 跟另外一半相处 可能要注意就是不要 就是可能对方一定觉得 哦 相信你 或是觉得你很 足够信任你 跟你讲 分享他的计划 就是你就披头说 这很烂耶 或什么的 可能就会 要你们的关系 有一些变数了 对 没错 选C呢 好 选C的话 出现的是保健8 对方的个性上面 他是一个 比较保守的人 他是选 就是 他针对一个目标 他选定了 就会直直的 一直往前去行走 他不会去看说 外面他发生了什么改变 变动 通常有些人他是 看到这边 走这条路 看到前方有障碍 他可以考虑说 这个障碍是值不值得过去的 甚至有可能去绕路而行 但是他不是 他是会直直通到底 就是会把障碍 可能去做搬移 即使花费时间久 他也觉得没关系 他就是要走这条路 哇 这么坚定的也 对 比较 比较想法比较顾及一点 比较保守一点这样子 但他也是会把自己的 就是想到 做的都把它做到好 就对 一定要执行完成 对 就是不管旁边 怎样什么阻碍什么的 他一定会做到 对 然后他个性上面 他也会比较有 有欲不决的情况这样子 哦 对 就在他下定这个决心之前 不管他做什么决定之前 他都一定想很多 就想说 哦 我如果做这个决定 会发生什么事情 嗯 就先会要去看到 每一个面向是什么 嗯 对 他在下决定过程当中 他会有一点久 但是一决定了 他就会一直走 一直走一直走 那跟这样子的 另外一半相处 有没有什么建议给 选到C的网友 选到 如果选到这一张牌 会建议你 你在这条路上面 跟他相处最好的方式 而是提醒他前方的危险 他会是什么 怎么去做避免 嗯 适时的给他一些建议 对 跟他讲说 现在局势改变了什么 嗯 就不然他太固执 可能你知道单一的视角 对 就没有思考到其他的 你知道 因素啊 辩因什么的 对 没错 好 选第一呢 好 选第一的话出现的是 稍等一下哦 嗯 真的太多了 就是我真的太多性格 就是有眉眉高高 真的太多了 对 选第一的话出现的是 力量 嗯 也就是说 对方他是一个 很有能力的人 嗯 他善用手法 他是一个很负责任的人 那刚刚前面说的善用手法 也就是说 他知道说 在做什么事情的时候 要用什么样的方式去面对 不管是说 对家人 对人际 对朋友 就是人际跟朋友一样 哦 他就是很贵的 对都有 都有一个手法去做帮 去做调整跟改变这样子 嗯 对 他 他跟 就是如果跟这样子 选第一的网友要怎么办 他就是比较有规划想法什么的 对 他对每一件事情都有规划想法 所以选第一的话 你的 你就对于自己上面 你不需要去费太多的心力 去跟他相处 对 而是说放松自己的心情 然后去跟着他一起去 随 哦 就跟着他一起努力 这样子 哦 所以他本来就是一个很有主见的人了 对 所以你另外一半就不需要花这么多心思 还要帮他规划啊 帮他准备什么 你就跟着他 就可以知道 一路顺遂 是这样子 也不是说一路顺遂 就是 所以你们的目标可能就会还进行的蛮顺利 对 也就是说 你跟这样的人 那你就想好 呃也不用想好什么 就是 他就会把你规划好了 呃对 你就跟他还蛮好的耶 就是好像不需要花太多心思 就是这个也就是 他已经把你的规划好了 你就要跟着他 就是一起努力就好了 就是跟这样的人 就是你可以多去询问他的意见 嗯 对就是 就做一个决定之前 你都可以问他的意见 你就照着他的规划去亲手 这样子 哦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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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